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别人就会觉得说你拥兵自重 央视政论节目《海峡两岸》更直接以韩国瑜民调出现下滑为题 招来两岸专家半小时都在探讨韩流退烧原因 但同时却又悄悄扮演郭台铭的打手帮他驳斥选举传言 继续跟韩国瑜隔海附和九二公司 我们欢迎包括高雄在内的台湾的更多县市参与两岸城市交流合作 一个下韩流高人气一个拥有政商人脉 韩国瑜和郭台铭在北京各有拥护者 据传中共党系统比较属于郭台铭 其他系统包括涉台甚至部分军方人士 则支持韩国瑜 也难怪国台办对韩国瑜始终温柔亲切 但也有知情人士分析 北京操作多方竞争的乱局 原来意在围攻蔡英文 随着2020大选逼近 即便中共仍采取观望态度 但渗透台湾的力道 未来恐怕又增不见 另外本来在去年高雄市场大选 表态也支持韩国瑜 向生瓦瑟的冯一刚 他现在也反韩国瑜了 来 我们再来看不惜 给高雄市的青年学子 给子弟们 大家有一个机会来免费看 十五万大局之举西城而来 向生瓦瑟团长冯一刚 要请青年学子免费看戏 前提是必须要跟市长韩国瑜合照过 还得要有创意主题 这创意两字 也包含尖锐三枪 号召模范生们恶搞与韩国瑜的合照 不过半年前的他可是超级韩粉 如果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 我们向生瓦瑟就签回高雄 要在左印旧城内外的邻居 让他们免费看戏100场 这挺韩的免费100场才进行不到一半 冯一刚说因为学生们表达的心意 与我一样都是希望韩市长坚守去年的竞选承诺 专心当好市长创造幸福的高雄 语中心常要韩国瑜别让感性压过理性 还有人用T恤 书本 小道具 幽默呛辣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也给了冯一刚灵感 谢谢冯教授 谢谢 韩国瑜面对敏感话题简单带过 向上瓦瑟团长冯一刚 选前力挺韩国瑜 半年时间号召模范生呛韩 立场转弯了 好 那显然冯一刚是希望说 他应该呈现这个实现诺言在香港 在高雄把他做满四年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医师 你本来就是一个挺泛滥的男军是不是 是的 从一直以来都这样 是的 好 那我请教你 你这个韩国瑜选市长之前 你有多挺韩国瑜 八九月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 你一定要挺韩国瑜 这个韩国瑜真的很棒 很好 你要我一定要去相挺 那我呢 我的想法是说 那又好到哪里去呢 我也不认识他耶 嗯嗯 这个是陌生的人耶 来到了我们高雄耶 要来我们当我们市长耶 哪有可能 这样马上就带人耶 我再来看 结果呢 我八九月就看 收集资料 是不是看他 这样表演啊 表演到 哦 吃虽然也不错耶 吃虽然也好 发大财 对 这支手都这样 所以我就说 哦 这样发大财 建设说到一大堆耶 哦 这样好喔 对 这人好喔 好 不然你敢说 你敢说我也敢听啦 对对对 我就在决定了 进来进来进来 你当时去替讨呢 替讨是十九月 十八十七月是那个 造势晚会 几月 几月 十一 十一月 十一月哦 十九月 十八月十七月是造势 他也十九票嘛 对 十八月 我那个 因为那天晚上 韩国瑜 他就宣布啊 要一百至三百个禿头 邀约你们一起 在险前 晚会 来上台 好了 就这样子 十八月我就下车 十点多 才可以下车 南部 我说可以 女性就能 可以参加吗 我要替光头 我不是禿头 你说你为了 为了 这个挺韩国瑜 禿光头 你们家的人很无用戒哦 很无用戒啊 我踢后 回去 问一件打开 他说很奇怪 这人是谁 看着穿的衣服是自己的家人 怎么那个头是这样 结果我那个先生竟然 就是这样 哭了 哭了 他不哭 他是这样子 就是 有点这个难过 你听韩国瑜去踢光头 你们老公给你闭就对了 对对 他们被他看得到 老公穿给他了 有人脚短的来问他 你的孩子怎么欢迎呢 都不跟我讲话 并且也不跟我出去 吃饭也不邀我 什么都不要 就是不理我 然后我痛苦了几个月呢 我痛苦了大概三个月 所以你十一月十九 十二月十九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 所以现在七个多月 对 头部头发长那么快 是啊 这样不是假的 这就是你嘛 这就是我 这就是你嘛 对对对 应该是你差不多三分头 没有 冠 冠冠 这是稍后发出来的吗 因为几天了嘛 agand 平的哦 平的哦 都没有哦 那那那那那你现在想要反韩国语 因为 你看他的表现 对 结果他表现成这样 对 表现成这样 我最艱难 现在是高雄今天发大财了吗 啊没有啦 啊 微发大财我今天会走来这 來這裡訴求 訴求什麼 來講話嗎 來氣噗噗來講話嗎 我是怎麼想出錯事的來講話嗎 我是怎麼想上新聞來這裡 就是因為 他說的都謊言 他騙我們一邊 我們還要給他騙第二邊嗎 他既然現在 會落跑的高雄市長 那他不會落跑的總統市長嗎 總統人嗎 我覺得很奇怪 他為什麼這個思維 為什麼不好好的把高雄市長當完 再來去四年後 大家再努力把你扛上去 不是很好嗎 他為什麼把這些有工人員 扶持他上來的人 包括你看你剛才講的這些人 這些人都是有工人員 都是為他做很多事情的人 為什麼他都沒有好好遵守他的諾言 這是這個昨天 昨天有一個高雄的業者他開餐廳的 他說 這個他掛了一個布條叫做 什麼 說好的花大財呢 靠還好我們撐過一年了 他說就要靠自己 不要靠市長 現在高雄一般的歡迎是什麼 那我的意思是說現在經濟好嗎 那好 大家開始有好 大家有外來客 然後大家好像好多人 夜市什麼的 好像都增加人 那個我們本來 那個商店其實生意都不好 都關月關月 很少你開喔 結果呢 因為韓國也這樣一串起了 大家好像真的有把人口 人帶進來 只有幾個月 我有看到只有兩個月 兩個月 喔所以變成十一月十二月 對 再來一月慢慢又落下 對 不然那個過年又有啦 過年還稍微熱鬧一下 還怪了 一直死 自從他 他要選總統 對 那又不一樣了 嗯 那整個一開始一直落 為什麼要選總統 點到一直落下 他說韓國瑜 你跟我們說 高雄要發大財 加高雄要建造很好的城市 我也要來幫你投資啊 我也想要來 你這裡看看 別人走看看 甚至我也要搬來這裡 我也要搬來這裡 我也要搬去這裡買房子 結果你不是啊 你現在要選總統 要選啊 那你高雄呢 他剛才北京的中央電視台 他們也在關心韓國瑜 你高雄把這個事情 你會把他把麵嗎 欸 我會把麵 你會把他把麵 我把他把麵 你把他把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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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把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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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給他 我為了他 拜票 還 還跟人家打官司呢 真的 那你不知道 喔 喔 不求名 不求你 但是你又打一個冠軍 什麼都沒有 還沒有讓他記到麵 還沒有讓他跟我說話 還嫌喔 他們喔 志工啦 還有黨工啦 這樣你辦得喔 有請 我向求我都沒有呢 都把我這個人 當麵 當 隱形人 啊你 你做麵 不是陳毅民人就沒有請 還請 陳毅民說也沒有一句謝謝啊 志工黨工啊 我不是志工嗎 我志願喔 去為他跑 欸 我菜池仔 跟那個十字路口 我都這樣舉牌一個人喔 穿紅色那一套 衣服就那一套 我就這樣子喔 在拜票呢 像你這款的 就是說拿的 還要去跟韓國瑜伴變的 你看還有嗎 有 你也知道 因為有人跟我說 我說喔 欸 我真的 欸 我做全家喔 我的孩子 我的母子 齁 我都這樣喔 把整家帶去 造勢上 對 這樣為他講 就是拉票喔 親朋好友一直拉一直拉 我說這個不錯 這人很好 他一直 要創造 各種的奇蹟 這樣好 這人一定要讓他走 啊 一切不過啊 一切不過 你知道嗎 大家看到我這樣子 就上電視 最近這樣子 然後有人都在點閱我 告訴我說 欸 張醫師 你喔 你喔 你表現得很好 你把我們的心聲講出來了 喔 我老公 你老公 也是投韓國瑜的喔 他不是 欸 他我們家兩種耶 欸 我是生男 阿姨生綠耶 蛤 對喔 阿你說 我們家都不能說政治的事情喔 要不要太難了 喔 所以喔 從此以後 自從我這個頭髮一剃的話 一剃我剃了 他也沒話講 可是 要和樂嘛 喔 喔 那如果說到政治的人 兩個人到晚上 那不可以睡覺 我就睡 所以喔 沒有 整個喔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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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老公真的看起來 起到股口 就看你去替光頭 你這幾天就不應該封鎖 你應該錄影起來 放給你老公看 你怎麼把你沾到邊去 我還要罷免韓國瑜呢 現在你有背 他每天 每天天晚上 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 我來說 你晚餐自己處理 他都不知道我去哪裡 他都不知道我來上台 怎麼可能有人會這樣說 我在想啦 所以喔 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 他噴面 現在你們老公是綠的嗎 你說你們老公是綠的嗎 對 勝率喔 勝率喔 對 不是潛率喔 你對你們老公會起義來過嗎 不會 沒有 因為我 我看人 看人 謝謝 好 因為國民黨在7月7號要在凱盜舉辦 反鐵龍公投凱盜大會司 那本來五位要參加初選的人都表態說會參加 但韓市長今天上午接受媒體聯訪 他脫口說出 那一天是假日 那一天不會上去 他不會起來 我請教一下瑞德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我知道一件事 韓市長突然間發現 週休二日必須 我不知道會不會留在高雄啊 週休日終於必須留在高雄了 因為高雄的文字沒有週休二日 他們還在高雄你知道嗎 那麼聽說啦 聽說 那麼挺韓的相關的勢力 怕那一天 你看那個韓粉裡面的幾個這個幹部都出來講了嘛 怕那一天到時候被一轉變成郭董挺郭的這個場子 所以他們很害怕 因為你因為你不知道郭董這邊會用什麼樣 因為最等於是最後一個造勢的機會啦對不對 所以郭這邊顯然可能會有很大的力道下去啊 所以韓如果去了我問你他的韓粉會不會來很多 來很多以後呢 郭董有叫大家都不要 對 那我問你如果 如果他自己本身主帥都不到 那是不是到後來 是不是到後來他的韓粉都不會來對不對 那這一場 這一場跟他當時六月一號造勢是不是就不能比了 不過我倒覺得 那麼這一場不管他來不來啊 韓國瑜包括今天開直播十五分鐘 在中央你知道嗎 他不見文字他在中央你知道嗎 還為了這個錢還不斷的在弄 你不覺得很煩嗎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把這件事情導向到說 我很需要錢 然後我干戈熱防疫中央不支持我 他一直在講什麼一直在講說我需要錢 所以呢 這個中央在錢的部分呢 斤斤計較然後呢 警戒而來又再說 你看中央對相關的那個印尼啊 越南啊 新南向那麼肯給對不對 連給外人不給我 然後呢 那麼給外人是那麼笑咪咪給我的氣泡泡 各位 數據會講話 我自己本人到的行政院就要錢 不要說行政院錢給的不幹多 能夠盡量嘲諷修辱 盡量嘲諷修辱 動不動就叫我們不正正 而且呢 給個錢給的呢 真的 哩哩辱 給了錢之後還要修理 就是感覺你心裡面很不舒服 你說我感謝不感謝 我說感謝啊 如果說行政院今天對高雄登德熱 要錢給錢要了錢 我當市長韓國人我真的 眼淚都會掉下來了 您給外人不給家人 就我寧願好東西給外面人 自己家人我不給了 總共幫助東南亞這些國家 防疫 包括登德熱 包括 廢節盒 這些 總共 一億七千八百萬 衛生署 又要打臉韓國瑜 馬上出了一個 我們給的錢喔 跟登德熱無關喔 只講越南 越南的錢 就是越南 印尼的錢他為什麼不講 107年 我們政府給了印尼 660萬水 他所有行政院 為什麼公布的資料 都把它扭曲 都剪接 做個輸水 這對登德熱 您給外人 都給家人 你給錢給印尼 給越南 你可能笑咪咪的 把錢拿給人 你怎麼給高雄氣呼呼的呢 怒氣沖天呢 你有很棒的態度 對外國 你給高雄 從行政院院長到衛福部 每一個 他感覺都是怒氣沖沖的 給的心不甘情不悅 好像我是服務員到餐廳那裡 服務員端菜 端茶端咖啡 人家給小費 一個是 謝謝你們服務 我給小費 把錢拿走 很簡單 你知道嗎 今年單單中央政府補助 那麼高雄市政府有關於 傳染病 防治補助款 1523萬9千塊 其中登革熱 861萬 現在不是多了一筆 5318萬嗎 韓國瑜不是說 什麼 印尼登革熱 我們在補助人家 然後越南 什麼肺結核 你知道中央政府補助給你高雄的 就比補助那些國家的一年還多啊 今年 他在說今年 這個 中央政府對不對 一國兩制 然後民進黨好像對他不好 你知道嗎 那真的是萬能民進黨跟蔡英文 為什麼 蔡英文當總統以來 這幾年以來 補助給高雄市的款項 今年最多 今年還沒完呢 現在才7月2號 二二一 已經補助給你6179萬 你是睜眼說下話嗎 他難道睜眼說下話 他不是說 因為都卡住都不給 最後 人家說 一定要給你了 你高雄市政府公文 什麼東西都沒來 後來他承認 有六項的補證 沒關係 不好意思 我要跟大家說 因為韓國瑜這個是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強力的攻擊 也是反擊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韓國瑜 今天他突然開直播 他開直播 那他說 登格勒這個問題 已經被過度政治化 他要還原真相 他提到 中央對於東南亞國家 一直有幫助 但他本人到行政院要錢 卻給的不甘不脆 能盡量嘲諷就嘲諷 給的錢是哩哩哩哩 心裡面很不舒服 他痛批中央是 您給外人不給家人 你還記得以前還有一句話嗎 這是什麼 您給外奴 您給那個 您給外人不給家奴 對 這個意思是一樣 這其實是很難聽的話 對 好 然後呢 他說啊 我覺得他講 昨天有王姓立委說他 防治不認真 我想他是你說王定宇的 對吧 對 那 他說你講我不認真 他說台灣 不管啊 今年是七十年來最熱的冬天 前陣發生第一個登革熱 大家很緊張 但是政府每年都會啟動春安演習 那為什麼 行政院沒有累積經驗 二月三月一到 就自動啟動登革熱的防治 這我覺得你們有檢討空間 意思是什麼 你說我沒認真 你自己也沒認真 這一點我有意見 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不好意思 我給他看看好不好 然後呢 他還說 他說他默密切注意到 泰國 新加坡 遼國 馬來西亞 越南 斯里蘭卡 連新加坡都有五千多個登革熱病例 高雄就要很緊張 其實防疫在三月就開始了 星期三是反登革熱日 五月爆發之後 每天下午四點半他召開會議 意思是什麼 我很認真 我每天都開 召開防疫會議 他說 他說中華民國政府對東南亞一直有幫助 但是他本人到行政院要錢 卻給的不甘不脆 能盡量幫你搶就幫你搶 錢給你是二十六 所以他心裡很不爽 他說 如果今天行政院要人給人 要錢給錢 我目視也低下 但是現在 您給外人不給家人 我到了行政院這八個字 舉出行政院新南向一位合作計畫草案 對東南亞國家防疫總共一億七千多萬 所以他算得很清楚 七千幾萬 清風兄今天在這裡等一下再麻煩你 他還說 衛生福利部陳部長陳時中 他說 我們跟越南是沒有談登革熱 只有談費只有跟登革熱沒有關係 但是他說 韓國瑜拿出表格 反擊 總共給印尼登革熱防治建位是一千五百多萬 數據清清楚楚 以韓國瑜的意思是說 你跟外人不說對 但是你跟美國如果印尼有啊 印尼你給他一千五萬啊 然後呢 他痛批所有的行政院衛福部的資料 都把它扭曲縮水 就是要打韓國瑜不認真 跟外國不談登革熱 韓國瑜賣勘托 為何衛福部不公布印尼呢 你跟印尼有一千五百萬啊 他再批 不能寧給外人不給家人 你笑咪咪咪給人家 給東南亞 給高雄就keep up put 行政院到衛福部 每個給的心不甘情不願 就像當服務員端菜端咖啡 一個親切給 一個態度不好 我服務員當的不舒服 我們有能力幫助外國朋友 有能力很開心 但對高雄為什麼要這個態度呢 給別人這麼好 對高雄是這種態度 最後他說 他提到中央聯合屏東高雄台南 自動啟動登革熱防治 也千萬不要忘了高雄 才是自己同胞啊 我拜託啊 不能忘記的高雄是自己人啊 親兄弟姐妹啊 黃智不能夠多用點力嗎 這個是分話挑撥到非常嚴重 對不對 瑞德你剛剛不懂 剛剛他韓國瑜直播裡面十五分鐘 他裡面充滿了挑撥離間 然後吹泄責任為什麼呢 而且越局代跑啊 他竟然直接指稱說 每一年有春安 春安是全國在過年前後期間呢 那個時候全國的淨發治安啊 他說那麼在過年前後呢 那個登革熱就可能會這個樣子了 所以行政院應該啟動 你當高雄市長 你什麼都不知道嗎 你除了讓黃捷 問到你連資金區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防疫是你縣市首長的責任嗎 是你直轄市首長的責任嗎 治安包括治安包括救災 包括防疫都是你的責任 所以過年後應該要防 曾經責任的 是你縣市首長啊 今天高雄在最慘的時候 民國2014年的時候 最慘的時候有19000多例 我們今天不怪你說有多少例 今天怪你的是你的態度 你想盡辦法在這件事情 登革在上面 你都推推三組次 然後把錢的部分都往中央推 所以我不客氣問你一件事嘛 你高雄市政府一年有1200多億的預算 有300多億的統籌分配款 加起來1500多億嘛 你是在做什麼 你的第二預備金 4億用了2億5 你還有1億5 你是在做什麼 你還可以追加 然後呢 你一天到晚職會 自己執政不利就嗆中央 捷運 紅線 高雄要延伸到0元 那個行政相關作業費用800萬 你說中央卡 你中央馬上給你 再加碼 黃捷在這個地方 我現在講的不是這個黃捷 行政院立刻核定800億的 捷運黃線的黃捷給你 高雄市政府你做了沒有 你敢做嗎 因為你高雄市政府 要致酬600億 你什麼事 政府拿你做 你都不會說 到現在中央政府 給你6179萬 我說過的 冰南向政策 給這裡所有檔案的 各位啊 高雄市以前每年都叫我 各位相關的單位 大家檢討 為什麼呢 有關於登革熱 因為新加坡 因為很多印尼這些國家 他們也有登革熱的問題啊 今年也很多嘛 你都在說這個 你從頭都要推薦自己的責任 好 因為啊 這個清風兄 這個今天有準備 到底情況 是不是我們給東南亞 有1億7千萬 給印尼1千5百萬 是不是給高雄 去噗噗 給東南阿 就笑咪咪 這個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無人直升機緩緩起飛 這是全國第一架為了登革熱疫情 在著藥物空中噴灑的無人直升機 屋頂的天溝總共有20幾條 來執行殘效水噴的一個面紋的動作 三明區的蛋革熱疫情拉緊報 就怕屋頂上的排水溝 資深并沒紋 高雄市衛生局大動作噴藥 同一時間也能看到 穿著CDC背心的工作人員 這一些就是中央疾管署來支援的 中央有沒有只幫東南亞 網友同樣也PO出了 穿著CDC背心的訪疫人員 在三明區清查資深員的照片 文章的字裡行間都是感謝心情第一線人員 而且還標明了駭客也是會怕登革熱 原來這個網友是知名的駭客10組陳銀豪 他現在很緊張麻煩讓我們過去一下好不好 抱歉 當年還在服役中的陳銀豪 設計出名為CIH的電腦病毒 當時感染全球約6000萬台的電腦 造成高達10億美元的商業損失 被稱為駭客10組 現在的他住在高雄 面對登革熱疫情拍下了CDC背影 漸漸反駁中央根本不是只有幫東南亞 中央也是派出很多人力來這邊做支援 那協助說我們在這個地區把資深員清除 和高雄的防疫人員一起站在第一線 疾管署目前已經派遣超過600人次的支援 防賭登革熱中央有沒有只顧東南亞呢 駭客透過他的觀察又圖又真相 那麼韓國瑜今天的指控我覺得是非常嚴重 而且我覺得他是有備而來 主要準備再出這轉 那我想請教一下青鋒兄 實情是怎麼樣 這個事情要冷靜 因為現在就有韓天電視台在運用韓國會所製造的話題 因為講說你看高雄人就不是人 然後鄰居給印尼不給高雄人 所以你就要稱讚韓市長是在政治鬥爭上是高人一等 最重要的是說是不是防疫這件事情 牽涉到人民的健康跟生命的問題 是不是中央地方一條心 是不是真的要人給人要錢給錢 事實上是嘛 我們還要收錢 大家都在說過 包括這段時間防疫人員支援 從中央支援到地方去的 包括這個補助款的合播 那中央也都很關心 這不是問題 最新的進度就是補助5300萬這部份 他東港七月車一 公文去給行政醫 東港就賦錢給你 所以這件事不用收錢 可是為什麼還是可以引起討論 因為他很厲害 今天指控只給印尼不給高雄 也是他自己挑起的 是什麼人在英港的時候說 防疫是一國兩制 然後他還講錯了 說給越南這登革任務 登革任務房子補助 然後不給高雄 是誰挑起的 是他 實情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 但他可以利用這樣的東西處理什麼 處理混淆試聽 轉移交點 然後製造對立 來創造新的話題 因為現在就有新的話題了 為什麼說這很牙士庭 這是一項新南向的 防疫交流合作計劃 這是一個國際的合作計劃 我記得黃毅遠是學公共衛生的 這種東西是非龍小可 是國際合作 他當然會有一個長年計劃 現在民進黨執政政府 在推新南向的政策 沒有錯 整個東南亞國家裡面有很多 包括結合病 包括登革任 包括 那當然也包括越南 泰國 然後這個印尼等等國家 所以確實有編這個預算 這主要很簡單 就是國民黨立法議員 提供給韓市長 但你假訊息是這樣子 通常一分為真 其他都可以扭曲 這種國際的 防疫的交流合作計劃 著重的是什麼 像台灣有這個病媒文的監測 然後怎麼樣消除病媒文 地理資訊系統怎麼樣去使用它 所以其實是專業技術的交流訓練 它不是補助你去做現場的防疫工作 你跟地方縣市政府 歹南去幫忙疫情對吧 各種忙疫情 你要真正做防疫工作 怎麼樣去現場實作 人力的動員 這是兩回事 他現在把這兩個混淆在一起 所以是 割到才得完全是很要視聽 剛剛瑞德兄也提過了 金額上 四年一億多 是包括不同的國家跟不同的內容 但是 但是都是交流 不是補助 不是補助 不要亂講話 這不是補助給他們 去做這個防疫的工作 第二個我說它是轉移焦點 喔 邊界的醫生交流就對了 是啊 是防疫的交流 總是你會有一些教育訓練的 技術的地理資訊系統的 這些人員的訓練交流很重要 因為這裡面其實還有一部分是境外移入 已經是為印尼 其他國家境外移入 這也是很重要 對 一年喔 其實 其實衛福部也有做了回應 但是大家不太重視 因為坦白講 我們的說話 山東裡沒有韓社長那麼強 你說印尼有沒有 有沒有在登革熱 防疫部分進行基礎交流 有 大概五六百萬 但是他把它弄在一起 說你看你 現在印尼發生疫情了 你趕快把錢搬去給他 高雄很嚴重 你不要給他錢 錢給的不甘不願 這是操作情緒嘛 完全是混淆視聽 那正常是轉移焦點 轉移什麼焦點 轉移他忙於出嫌 然後防疫不利的焦點嘛 他防疫不利 黃捷遠應該是很清楚的 我想就也不贅述啦 你會發生說 這個防疫會議開那麼久了 結果二倍金撥得慢 然後你這個那個 在那個發生疫情的這個地方 也弄錯 然後一直要錢 包括說化學兵stand by 你也不會去處理 這個我們就不用多說 他可以轉移這個焦點 最可惡的是製造對立 國際的對立跟國內的對立 國際合作 我們跟國際上合作 是何等重要一件事情 他把這個事情拿來解救 他自己的政治危機 拿來讓自己的無能來做解脫 但是越南啊印尼啊 這些新南向國家 國際交流都不重要 還比較嚴重 我們高雄路不是自己人嗎 用這樣攻擊蘇貞昌 今天晚上接下來的話題 就是這個部分 我說第四就是創造話題 他就是在他自己的 治理無能的情況之下 不斷的創造話題 不斷的去凸顯出 就是蘇院長行政團隊 民進黨小英在卡他 他可以創造很簡單的標語 大家回想一下 防疫民進黨政府 有一國兩制 有當越南 他在演講是這樣講 說越南發生的 這個登爾熱疫情 馬上搬錢去給人家 然後高雄這樣卻不理不睬 有這種事嗎 可是大家印象已經造成了 我知道有說一句話 我說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防疫也沒有一國兩制 沒有 真的沒有分藍綠 我相信 民進黨也不會 因為我覺得台灣不可能做這個事情 抱歉 黃爺 我想就先從公共衛生的角度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就是還是講把說 國際在我們防疫技術的交流 講成是分化這件事情 對我們公共衛生來說非常不公平 因為他要知道說 其實我們一開始很多 我們這次會發生本土病例 就是因為一開始有境外移入的案例 進到高雄 那請問境外移入的案例 是從哪裡來 就是從這些國家 東南亞的國家 那我們現在幫助他們 用這些技術 讓彼此都更成熟 然後一起做好防疫工作 其實也是幫到我們自己 就在這個基礎上 我不知道為什麼市長要用這種關係 來製造國際上的對立 甚至國內人的對立 這樣子對防疫完全沒有幫助 然後也抹上我們公共衛生的 很多人員專業人員的努力 因為他們很努力的 要把這樣的技術輸出到各個國家 然後也希望說 因為其實高雄市治理登格爾 已經20年了 我們有非常成熟的經驗 也是在國際上 非常有經驗的一個團隊 然後市府團隊其實非常的努力 包括衛生局 環保局 他們在地方上 已經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那個SOP都建立了 甚至這樣的經驗 現在可以是享譽國際的 要輸出到國外 結果被它輸成這樣 這樣情何以堪 而且在地方上其實環保局跟衛生局 SOP建立之後 其實每天都在巡視 那請問市長在哪裡嗎 他自己都不在高雄 每天都跑去其他地方造勢 然後說什麼他假日才要 他要利用假日選舉 結果每天 平日也不在高雄 那這種情況他要怎麼解釋 所以我覺得像剛剛清風說 沒有錯 他就是想要混淆他的視聽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他那個不是重點 但其實重點就是他自己做不好嘛 來 對啊 我必須要這樣講 說清楚講明白 如果今天印尼、越南 你有透過這樣交流 或者是說 你有幫他補助 那為什麼高雄 你在2月3號第一例發生的時候 3月4號解除 第二例什麼時候發生 5月29號 現在高雄總共有多少例 28例 在山明地區有24例 已經有22例 已經出院 已經都回家 剩下2例 是剛發生的還在控制 並不是講說 頂經理發生了 他跑到頂牆裡 這是一個區域房子的概念 他那天也去頂經頂牆 那一條金氏湖市場 去視察 然後國軍去啊 在2、3、4月第二例 還沒發生的時候 地方跟中央的病美人房子會議 跟你中央來申請 你中央不給啊 如果按照剛剛黃杰議員所說的 高雄的一個登革熱房子 不是今年才開始喔 是好幾年一二十年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既然已經知道境外的 或者是境內的 第一例開始的時候 地方跟你中央要經費 你過去城區花媽 在任那一萬多例 將近兩萬例 中央是怎麼報仇的 我覺得不要噴口水 今天是誰挑起的 這一個政治的鬥爭 難道韓國瑜市場 要悶著吭聲 然後被你打嗎 到了行政院會 6月13號 你蘇貞昌院長 你用你的幕僚剪輯出來 然後就在打他 然後你們都講說 他登革熱沒有房子 我請問黃杰議員 我剛剛講的數據 你或許也不知道 一馬歸一馬 一馬歸一馬 你講我都沒有察覺 讓我講完 一馬歸一馬 說清楚講明白 一馬歸一馬 那你今天蘇貞昌院長 你剪了之後 他把它還原了 6月14號發了公文 你們今年都沒有公文 空水報紙有 會議紀錄嘛 盧秀院市場也說 中央要報紙都沒什麼 有啊 好啦 那今天你昨天 蘇貞昌院長 又講什麼 錢你都沒來領 你也知道中央跟地方的 那是合播 那你今天高雄市政府新聞局也講 6月19號 你衛福部韓文同意補助款 6月24號 你衛福部第二次韓文 規定經費需納入地方預算 要求修正六項計劃 你本來公文行使 當政府甘博士要傳你來的資料 6月24號來文 6月25號高雄市政府收文 然後7月1號高雄才 這個市府回文了之後 財政部播的第一筆款項 多少 2660萬 今天高雄市政府也感謝 不是說你都沒做 只是說第一時間 如果你對國外的交流這麼重視 對我們國內的為什麼 我剛剛就說過不要混淆視聽 不要不是說混淆視聽 這是這一碼 這是那一碼 是蘇貞昌院長你挑起的 你今天你如果是說 大家都在行政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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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行政院就對了 不是這樣 今天不要這樣講 不是這樣 那今天我跟你講 台南也第一例也發生了 台南也第一例發生 難道要黃偉責任 市長一定要到行政院去 然後你蘇貞昌院 把他剪接 然後才發給他錢嗎 不用嘛 我覺得不要這樣 大家有的防疫作為 都有的補激單息就好了 我們只不分藍綠 今天韓市長要講 只不是講說你中央沒有補助 第一時間他感受不到 對比嘛 也希望說 中央針對於 並媒文 登格勒的事項 不要分藍綠 大家也不要口水 沒有錯 第一線的防治人員 他們都有汗水 但是今天你也要看他講說 他當他需求的時候 我也講 不要一直講說 他今天要選總統 接下來他都沒有在高雄 現在我覺得做一個議員也不知道 校長不敢說真的 做市長有整個的團隊 不是說一天才不斷 那同樣的我請問黃靖議員 陳菊花媽在將近兩萬例的時候 他還在到處輔選 2015年 那你怎麼講 而且今天如果說 以專家來講的話 現在高雄市的28例 還不是真正大爆發 但是在並媒文 登格勒還沒有大爆發之前 我們就要把疫情控制住 我們也希望講說 中央你能夠給的經驗 中央你給的能夠給的人 畢竟高雄市政府負債三千億 來 黃老師 今天這個最好笑的事情就是 我們知道6月24號 集管局就給了高雄 五千三百一十八萬 所以高雄市政府一直沒有回函 那我們知道 終於我們知道 7月昨天蘇生商就拿這個來虧 來虧高雄 說我錢給你了 你不回函 回函喔 7月1號回函 後來他是說 根據衛福部 105年9月7號 在這裡 黃老師講的在這裡 他是講這個公文是說 這個公文是105年9月7號 你高雄市政府怎麼會回這樣的函呢 結果照理講應該是108年6月24號來文 變成105年 到做了時空機 返回過去 回到未來 回到過去了 他不會時間改一下嗎 沒時間太忙 溫子太多抓不完 所以說我說 一開始 蘇生商說 前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就給你了 他說阿運 我們沒有通過什麼 事務會議 事務會議 事政會議 事政會議 事政會議通過 那你事政會議 如果真的我們今天救災如作戰 召開個臨時事政會議總可以吧 對 把這些局處找來 只要合到出席人數就可以通過了 結果你一直拖拖拖拖拖拖 拖到7月1號趕快發文 因為蘇貞昌又虧你 你才趕快發文 結果這個文的日期都搞錯了 所以我說高雄市政府 你的螺絲有沒有酸緊 難怪被人家質疑 不過我其實我都覺得 我們不要那麼生氣 其實為什麼韓國瑜今天要直播 我說他 他在蹭蘇 什麼叫蹭蘇 去靠蹭那個蘇貞昌 為什麼 他現在沒有什麼政績 他看到這個郭台銘的民調一直往上走 他現在就拿不出什麼政績出來 連去什麼市民家睡覺都算他的政績 對他說他12項政績之一是去 去long stay 對啊 那個也算政績 我的媽那個算什麼政績 那你就多睡一點吧 多睡政績越多 可是大家不認為那是政績 可是他現在沒有東西怎麼辦 他覺得拿這個跟登革熱 可以來製造話題 那他也覺得他這個上禮 禮拜天的時候 在新竹那一場 他罵這個蘇貞昌一國兩制 媒體有報導 他覺得這個引來注意 所以他現在是在消費登革熱這個議題 消費登革熱這個議題 然後拿蘇貞昌來當敵對 我來蹭你 我來跟你打 那蘇貞昌我們也知道 他口才伶俐 兩個人互打 雙方面除了在 他拿這個方式來引來 大家對他的關注 希望能夠拉開 跟郭台銘的民調差距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聯合報說兩個人差一趴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 我們不要那麼生氣 他有這個需求 那我們也 不過我覺得想起 是說何必挑這種 這麼分 這麼分話的話 他就是故意 其實我跟你講 他真的是裝張飛打月飛 我們那個其實是 就是補助這些越南跟這個印尼他們的這個 來學習來見習嘛 就好像說我們今天教育部 我們邀請 越南跟印尼的學生來台灣學習 你高中市在補助人說 你這樣怎麼沒有跟我高中市 多補助一些教育經費 你錢怎麼拿去補助外國人 這不同的事情 那個是要強化國際的交流嘛 國際衛生的交流嘛 那跟你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防疫 這兩碼的事情嘛 對 你怎麼會拿這個來 但是我也不怪他 因為韓國瑜 你怎麼寒天報紙 明天在頭版什麼 就是 就是蔡英文跟印尼越南勾結 然後呢 串通一氣 潘老師那個嚇了 把那個高雄的軍備 移為他用 你以為人 對 搞到蔡英文 將來要訪問越南 訪問印尼 鋪路 這個目的是這個 聽說不通啦 但是我真的 我一點都不生氣 因為我很平淡風輕 因為我覺得 他就是為了要 他為了要製造話題 我們要圓 我是正在一個 原諒他的角度 因為我覺得 他這個時候真的需要一些話題嘛 那我們 我們蘇貞張院長也跟他配合演出嘛 因為我覺得 民進黨最好打的 還是韓國瑜 讓他出來 蘇貞昌現在是讓韓國瑜出來變初選過關的時候 對 他是保育類動物 韓國瑜是保育類動物 我們讓他出來 他出來才好打啊 不然真的郭台銘太難打 那蘇院長實在是智慧太高了 看不出來 他這個 這個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所以我覺得 互相 我們要把 我們要 但我們當然不能把他縮破 兩個人都盡量吵盡量打 等到韓國瑜出現那一天 那就是我們成功的到來 憲慧兄 我剛剛是想說 范老師 開始讓我們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本來我們是想要講道理 不過顯然 不用講道理 不用講道理 因為像剛剛講那個交流計劃 我舉個例子 像在印尼的這個例子 他就是委託給中心大學 中心大學有相關的科系來做 來執行這樣的一個教育訓練 跟國際演習 其實就很容易理解 然後你把它連結到說 把錢拿去補助給別人做防疫工作 本來想講道理 可是因為范老師一講 我覺得應該也不用特別講道理 他肯其難就拿來當話題 拿來當他 他反正就做不好嘛 然後可以拿政治鬥爭 就政治鬥爭 打民進黨 打蘇貞昌剛好而已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請教這個張醫師 那你剛才聽到他說 民進黨真的會對高雄人說 我感覺給別人 沒有給你 會覺得這樣嗎 會不會 因為韓國瑜 他說的 教授說的 我們感覺韓國瑜出現 比較好拍嘛 民進黨要來拍韓國瑜 哪有比開 一定小英雅 我們都不知道 你為什麼 你感覺韓國瑜比較好拍嗎 他很好拍 他這裡問題一大堆 好看的 包了那麼多 說這個張醫師 要有事情 因為他認真做 就不會這樣 所以我現在 有你的心境 這很簡單的東西 你就問我 我看要怎麼處理就好 你就不會來問我 這張醫師 不然我來帶隊 幫你處理 處理這張醫師的事情 結果你不是 放好我 你覺得他是 沒有時間 還是沒有心 還是沒有靈力 三種都有 為什麼呢 沒有時間 他選總統 他都去綜藝做組織 對 沒有專業 還不知道還要找專業的人 沒有人力就是怎樣 他沒想到 他有想到 他就表示他有人力 我告訴你 他做一個市長 什麼人 說一說的 叫一叫的 你去做 他不會騷擾 所以他沒有去搜集資料 要怎麼處理就好 結果現在留個化評 哎呀 韓市長 你罵他可憐啦 好了啦 退出出選啦 讓郭台銘拍拍這個人 來出席 國民黨來選 放不夠 拚頭啦 是是是 不過我是覺得高雄市政府 這樣也太粗糙了 就是那個公文竟然 但是動作了 對 我們知道 就108年 你把它寫成105年 連改都不改 你公文要發出 代表高雄市政府 你這時候也會看 要過幾個關 這個時候陳辦人 一直到他的科長 什麼處長 然後主秘 到局長 一直到市政府 那多少關啊 對 大家都也都沒看嗎 你看了不大 你考慮看 你好 你可能以為說 以為是108年 也不可能啊 9月還沒到啊 那我們未來 未來進行事嗎 你怎麼看這個日期 都有怪嘛 還好喔 大清 大清朝的時候 沒有這個事情 不然他搞不好引述大清朝的 對啊 光緒皇帝送錢給高雄 不過你看現在那個 現在那個民進黨 有傳一個 有傳一句話叫做 有魚點魚啊 無魚吃菜啊 沒有沒有 不是我們民進黨傳的 還要點示一下 我聽說有這樣子啦 因為有關於選情的部分 因為韓國瑜的市長 高雄市的市民 大概比較不太希望他選 可是他的韓粉 其實是意志堅定的 那地表運動最強 也是鄰居率最強 只要他們在家裡 乖乖的等電話 那初選過的機會很大 我是聽過 聽說這個綠營的朋友說 既然那個韓國瑜 那麼想離開高雄市 所以呢 民調期間不如就來 這個民調大餐 民調大餐出菜的時候呢 就有魚點魚 沒魚就點菜 希望大家說 有韓國瑜的時候 就支持韓國瑜 如果沒有韓國瑜選項的時候 就支持蔡英文 這樣或許可以早日 幫助韓國瑜離開高雄 這樣也是 不是我們民進黨 這樣就死去了 這樣就死去了 如果聽話就知道 這樣都死去了 好 蔡英文跟繼續做這樣總統啊 他呢市長呢 好來 那我再請教 因為這個光群啊 他寫的文章 他說其實韓國瑜本來是沒有選的 好 那這個 他在接受他的專訪的時候 他也是說他沒有選 他要做贏 可是他說 是這個 旺中的老闆 蔡英明先生 打一通電話就改變他了 好 那他就說他要選了 我先請教這個瑞德 你覺得蔡英明是說什麼 他改變心意 我不知道蔡英明的說什麼 但是我知道蔡英明跟他的媒體 在韓國瑜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忘記啊 那麼 是誰那麼愛你 一手把你打造 推上高雄市長的寶座 如果呢 警戒而來 又把你推上總統的寶座 開什麼玩笑 這也是為什麼 郭董會跟蔡董兩個人 槓起來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請教 那如果韓國瑜真的當上總統 你覺得那個忘 那不得了啦 那不得了啦 那你想想看 我可以用一個媒體 然後呢 把這個 這個韓國瑜呢 攻上過去二三十年 國民黨永遠沒有機會認為 不可能 民進黨 一個小頭也會抓到的 郭董其中 我現在竟然可以 再用一年的時間 讓他從 當不了半年的高雄市長 又攻上總統保衛 你認為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主席習近平的心目中 他會有多重要 你想想看 他的影響 他整個影響力 那他有多重要 那這變得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這也是為什麼 郭董會跟蔡董兩個人 槓起來的最主要的原因 再請教 那如果韓國瑜真的當上總統 你覺得那個 忘 那不得了 那不得了 那你想想看 我可以用一個媒體 然後呢 把這個 這個韓國瑜呢 攻上 過去二三十年 國民黨永遠沒有機會認為 不可能 民進黨 一個小頭也會抓到的 郭董其中 我現在竟然可以 再用一年的時間 讓他從 當不了半年的高雄市長 又當這個總統保衛 你認為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主席習近平的心目中 他會有多重要 你想想看 他的影響 他整個影響力 那他有多重要 那這變得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我到突然間想到 韓國瑜講的那句話 每年春節過後 行政院應該主動成立小組 那個口吻像是 總統在下令啊 那不像是高雄市長在下令啊 請問請問 不好意思 你是民進黨組織部主任 你們有做民調嗎 現在國民黨的情勢怎麼樣 如果我有沒有做民調 我不會讓你這麼說 你說國民黨的經典的情勢 還是主權的候選 主要候選人 你一定會做小英跟韓國瑜 小英跟什麼郭台銘 小英跟朱立倫嘛 應該會做吧 沒有 我們當然不方便講內部的這個 不過整體而言 有做沒有啦 一定有嘛 一定有嘛 整體而言 我們必須承認 民進黨當然經過了一些掙扎 一些努力 民進黨經典的這個支持度 當然是有相對穩定 但是因為進入初選就不一樣了 那初選的時候因為 支持者會高度動員 所以我想韓國瑜跟郭台銘 你不要還是往上 你判斷韓國瑜會出選桂冠還是郭台銘 只要韓粉積極努力 那麼韓國瑜應該可以桂冠 不要大意啦 但是我也聽說很多朋友 願意透過剛剛說那個 有魚點魚 沒魚點菜的方式 所以大家繼續努力 對啊 所以你 7月14號之前非韓不投 那你為什麼韓國瑜 超怕的都很好 那你為什麼韓國瑜